不知不觉 《凡人修行传》动画已经播出有一年时间 如今只要等到第72集更新 第二季年番就正式迎来了大结局 这一路走来 虽然有不少黑粉吐槽 但是《凡人》动画整体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即便剧情与原著有些不同 进行了大量的改编 但几乎都是质量在线 因为《凡人修行传》动画官方不仅丰富了主角或者配角的人物人设 使其性格和情感更加的饱满 而且还整合了原著很多暗线线索 让伏笔登场的更加的合理 尤其是对漫迷们的态度 总是能够及时听取 并且及时修改并重置剧情 这一点恐怕在所有国漫作品中 只有凡人动画能够做到这样了 虽然有些依依不舍 但是官方还是很懂得照顾漫迷们想法的 如今更是直接送上福利 提前上映《凡人修行动画大结局》这波操作 让漫迷们直呼好评 对于凡人动画大结局上映的消息 虽然在凡人动画官微或者原力制作官微 或者万维猫动画官微上 没有发布任何的动态 但是从凡人官方粉丝群里 导演已经明显表示 大结局第72集将提前一天上映 也就是原本定于16日播出 修改为15日播出 或许有很多漫迷们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在播出平台 也就是某站上已经更新了全新的动画节目排列表 在动画连载时间表中 可以明确看到凡人动画的大结局第72集 将于15号 也就是周六 提前一天播出 让漫迷们少等一天 从目前来看 今剩下五天时间 就能见到大结局的剧情了 想想还是蛮让人激动的 在大结局中 唯一让人炸裂的打斗戏份 恐怕就是韩力与谷长老之间的大战 整个出入星海片 虽然官方完全没有按照原著还原 但是改编的很合情合理 尤其是到了大结局 直接回归原著主线 终于等到了韩力这场首次意义上的越级大战 要知道凡人动画严格按照战力等级制度 从来没有越级挑战胜利的战役 但是原著中 韩力却斩杀了杰丹七的谷长老 这也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越级大战 这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动画更加合理的还原这一战 追上韩力的谷长老 并不是全盛时期 而是受到了一些伤害 这样一来 韩力和屈魂两个筑击大圆满 再加上阵法 以及红线顿光真法器 斩杀杰丹强者谷长老也就变得水到渠成 相信这一战特效和动作会十分的炸裂 保证让人意犹未尽 我们下期再见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